神像诡异 作者 白日放歌 演播 穆斯韦 墨语清清 独家出品 三百二十八集 只见那神猴宛若是人一般 一屁股坐在笼子里面 重重地喘着粗气 脸上还挂着一丝尾盾 喂 你没事吧 张凡看向笼子里面的神猴 与其颇为关键 神猴把头抬起来 微微地摇了摇 见到神猴的回答 张凡这才微微地松了口气 从神猴墓前的状态不难看出来 神猴想操控立体的神猴墓 还是颇为困难的 见到这副样子 张凡不禁有些心疼 你大可以不必这样 靠我自己 也是可以突破到石悬人像八段的 这 这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神猴把头抬起来 又是直直两声 似乎是在反驳张凡的话 他好像在说 他愿意这么做 看出神猴所想表达的意思 张凡微微笑了笑 没有再说什么 随后 他伸出手来 将悬浮在半空的两颗神猴墓 挤入手里 而后便装入了瓷瓶 他想了想 打开笼子 把装有神猴墓的小瓶子 放在了笼子的边角位置 那神猴 很快便捕捉到了 神猴墓的气息了 以后 你的眼睛每天都可以陪着你 神猴把目光看向张凡 虽然 他的脸上没有眼睛 但是不难看出来 他脸上的感激之色 好了 早点休息 说吧 张凡便从阳台里面返回寝室 简单洗漱了一番 便直接上床休息了 第二天一早 张凡早早醒来 在操场里面锻炼了一下身体 吃了一些早餐 便打车 到了林建明的公司里 进入临时集团以后 张凡直接便到了前台 进到张凡过来 前台急忙起身迎了过来 张先生 您来了 嗯 你们林总在吗 在呢 我马上带您去找我们林总 说着 前台便对张凡做了个情的手势 林建明吩咐前台了 只要是张凡过来 便立刻带张凡去见他 很快 两人便到了 顶层林建明的办公室里 办公室门是打开的 张凡便直接走进了 只见 林建明坐在椅子上面 手指轻轻敲打着办公桌 看那副样子 应当是碰到了什么挠头的事了 张凡发现 林建明的白头发 比起半个月之前来 可是多了很多 就在张凡疑惑的时候 林建明听到了张凡的脚步声 他猛地把头抬起来 看到是张凡 激动地说道 哎呀 张先生 你终于回来了 说完 林建明便从办公室的位置绕了出来 朝张凡走了过来 此时 张凡也看清了林建明的脸 他面容憔悴 脸色苍白无比 片刻后 张反眉头一皱 冲林建明问 清灵出事了 林建明此时 子女宫主女的位置 有着一团浓郁的黑气 而且流动得极为缓慢 林建明听了 重重地点头 是啊 清灵出事了 要不然 我也不会到您的宿舍去打扰您呢 张先生 您先请坐 此时 两人都已经到了办公室里面的沙发前 双双坐了下来 快说说 到底怎么回事 清灵 他在什么地方 张反的脸上 浮显出了一抹交集 林清灵 是他认识的第一个 除了张家湾之外的女孩 而且 林清灵一直对待张反还不错的 所以 张反对于林清灵的感觉 也是很好的 清灵不是到南方的一个城市 去实习了吗 一周前 刚刚回来 回来以后 我就发现他瘦了 面色也不好 我以为他不适应南方的生活 吃不好 所以 就让保姆每天做一些补品 给清灵炖 但是 第三天 不知怎么回事 清灵居然晕倒了 保姆直接打了120 清灵 便被送到了医院 可医院全面帮清灵检查过身体 却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 我就想 他会不会是招邪了 所以 才去找到您呢 听到林建民的话 张反再次打亮一眼林建民的面相 在林建民 子女宫 主女的位置 的确 时不时的 会闪过一抹妖异的红光 清灵 的确是着邪了 哎呀 张先生 我求求您 一定要救救我的女儿啊 放心吧 清灵是我的朋友 我一定会竭尽所能的 多谢 多谢张先生 真的多谢啊 好了 不要说谢了 现在清灵还在医院吗 在的 好 咱们马上出发 林建民重重点头 而后 两人便大不留心地 朝着外面走 下落过程里 张反又问 除了晕倒 清灵还有没有什么 别的特别的表现呢 特别的表现 倒是没有 不过 自从清灵晕倒 她的面色越来越好 红光满面的 也不像之前 那般的憔悴了 身体各项指标 也一直都比较正常 这 这怎么回事啊 听到林建民的话 张反眉头不由一皱 一般情况之下 凡是招了邪碎 身体 都是会越来越差的 而且一旦晕倒 连清醒都不能保持 那邪碎 对于人的侵蚀 就会更加的加强 一定会加快 侵蚀入侵人的速度的 可现在 清灵面色 居然越来越好 这明显 不符合常理啊 现在我也不清楚 到底是怎么回事 只能先到医院 等见到清灵 我才可以确认 好 那咱们快走吧 林建民连忙点头 两人出了电梯 直奔大门口 林建民的秘书 早已把车子背好 两人上了林建民的迈巴赫 直奔 平山市第一医院 十分钟之后 两人便到了医院门口 下了车子 火速上楼 到了四楼的 一个特户病房里面 病房里面 此时一共有四人 一个是林清灵的母亲 另外一个 则是林建民的哥哥 林建国 最后 是一名看起来 三十七八岁的女人 虽然长得一般 但是却带着一股 书香门第的气质 这女人 正站在林建国的身旁 看那副样子 应当是林建国 现在的妻子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你的收听 喜欢的话 请记得点赞留言